这个男孩有多惨 竟被老爸掐成橡皮人 甚至还无法恢复 就连坐着都成问题 不仅如此 马基变成了长毛怪 丽莎化身成半兽人 全家人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场面惨不忍睹 一天前 辛普森一家来到女巫小镇 巴特发现一家占谷屋 女巫能遇见未来 他算出马基的生活很悲惨 侯墨才不相信封建民信 他要证明女巫是假扮的 却染上了肉流病毒 女巫让他滚蛋 侯墨竟碰到讨厌的猪脸 害得他引火上身 这触发了烟雾暴警器 占卜巫悔的残破不堪 女巫后悔没听信塔罗牌 明明已经算了出来 他诅咒侯墨 身边的人将遭受厄运 侯墨依旧不信邪 第二天 马基长出了长长的胡须 巴特还嘲笑老妈 下一秒 巴特也变成橡皮人 可惜不能像路飞那样伸缩自如 侯墨向好友求助 老毛子建议他去找矮夭 忽然 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撒死了莱妮和卡尔 夜半三更 侯墨和巴特在挖坑 把幼儿撒进陷阱 却引来一群疯狂的兔子 原来是搞错了 侯墨撒入精灵糖果 第二天宰住了成群的妖精 淘气金 小仙女 哥布林 舒金什么应有尽有 他们终于找到了矮夭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家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丽莎建议一屋降一屋 让矮夭去咬女巫 侯墨邀请巴特同去 可她已经喘不上气 溺死在牛奶里 气愤的侯墨找到女巫 并放出暴躁的矮夭 两人瞬间撕咬在一起 但没过多久 他们就搞起了暧昧 甚至还结尾夫妻 两人邀请亲朋好友 由星球大战的尤达做证婚人 马基发现 他在怪人里面还挺合群 侯墨表示皆大欢喜 可儿子巴特已经死了 只要侯墨跟女巫道歉 巴特就能复活 但侯墨绝不向女巫低头 热吉辛普森一家都被女巫诅证 只因侯墨与女巫出现了矛盾 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停止争吵就能解决的事 非要闹得满城风雨 侯墨是典型的死要灭子活受罪 遇见未来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积极的心理暗示 可以吸收正能量 引发好运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这个男孩有多损 竟把蚯蚓倒进炸汁机 只为给鸽子做顿早餐 胖小老妈刚钻脸回来 伸手就把蚯蚓汁给喝了 这天 窗外雷雨交加电闪雷鸣 原来是天使们在打保龄球 侯墨在给孩子们讲鬼故事 他编得有模有样 却把自己吓得一机灵 原来是只受伤的性格 丽莎最怕尖嘴动物 巴特就把鸽子放在他手臂上 巴特收养了鸽子 不仅给他洗澡 还为他配种 在他的吸星照料下 鸽子的翅膀逐渐恢复 到了与鸽子分别的时刻 巴特的心底有些失落 没想到鸽子又飞了回来 巴特决定继续收养他 鸿沫为鸽子做了新家 但这质量着实让人堪忧 巴特与鸽子朝夕为伴 逐渐日久生情 痛巧镇上将举办一场赛哥大赛 巴特怕鸽子受惊 突然狗子一口叼住鸽子 父子俩为追堵截 终于制服了狗子 可没想到 他把鸽子给吃了 巴特还想抢救下 但狗子已经吞到了肚子里 巴特失落至极 亲朋好友为鸽子举办了葬礼 他恨死了这条死狗 家人带巴特看心理医生 医生建议 最好把狗子给扔了 他们宰着狗子 准备给他找个新家 一家人来到鸵鸟乐园 本以为主人对宠物很友好 直到看到鸵鸟汉堡 巴特单独跟狗子告别 告诉他不该杀死一只鸟 猴莫接了一通电话 这时鸵鸟抢走他的手机 猴莫要好好教训这畜生 下一秒 却被鸵鸟反杀 他又补了两拳 一流烟逃了出去 这时鸵鸟来到巴特身后 对他展开疯狂的攻击 马基和丽莎还在逛离品店 对巴特的遭遇毫不知情 巴特被追到无路可走 这时他想起狗子 可狗子又想起巴特的告诫 永远也不能杀鸟 恶魔之子岂是好惹 抄袭家伙狂扁大鸟 奈何对方人高马大 巴特使用了祖传掐薄术 终于掐死了鸵鸟 巴特这才彻底领悟 现在他和狗子都是杀鸟的恶魔 更值得高兴的是 今天的晚餐也有了着落 这集辛普森最心酸的一幕 就是狗子想保护主人 却想起吃掉鸽子被喷的画面 因此不敢攻击鸵鸟 但人类其实和狗子一样 所有动物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希望大家能减少杀戮 保护地球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人类还能活多久 这颗陨石即将撞击地球 上面竟载着无数只丧尸 辛普森一家到游乐场玩 看着密密麻麻的孩子 喉沫竟跟丢了巴特和丽莎 长得像的孩子有的是 一个小女孩意外走丢 触发了报警系统 全部家长被关在狭小的空间 没多久 大家都疯了 开始互相刺杀 机智的侯沫躲在爆米花机里 但很快被揪了出来 这时所有人蜂拥而出 像极乐最近发生的踩踏事故 自此侯沫内心产生了阴影 看谁都像野蛮的大猩猩 他被带入一个神秘组织 专门应对末日危机 通过内部消息得知 三个月后 近地小行星将撞击地球 猴沫打包好所有行李 上班时也在学习求生技能 即使他的岗位突发状况 侯沫也丝毫没有察觉 核电站终于崩坏 一瞬间全城的电路中断 随着一声启响 大家回到了原始社会 学生们放下手机开始写信 死刑犯只能改成小刑 市长尽全力安抚大家 而末日组织的人得知大难将至 猴沫让家人打包好行李 驱车险往秘密基地 可没过多久 末日组织的人开始相互猜忌 夜半三更 猴沫叫醒熟睡的家人 他决定回到镇上 把消息通知给大家 让他们也能死个明白 就在猴沫开门时触发了警报 虽然他偷走所有汽油 但组织的人还有办法追上来 猴沫穿过高耸的玉米地 一路狂奔 终于回到了镇上 没想到 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并没有包乱发生 而电力系统过几天也会恢复 原来世界末日只是场闹剧 随着画面上升到外太空 一颗陨石正朝地球使来 上面一大群丧尸饥饿难耐 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集《辛普森》中 预言了陨石即将撞击地球 末日言论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其实该来的总会来 不该来的也不要多想 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心态 我善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如果被克隆人取代 会是什么下场 先要做好被绿的准备 家人也会分不清真假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对方 侯获新创建一个主页 却没人浏览 有人传言市长偷见一座泳池 他便把消息传到网上 谣言很快散布开来 一大早市政厅围买了记者 市长还假装无辜 给保镖蒙尸眼色 好一个死地无垠三百两 市长慌忙解释在做扶贫工作 又一个贪官落马 侯莫无比兴奋 X先生的爆料火遍全网 只要有人说悄悄话 侯莫就会用小本本记下来 这些小道消息很快被证实 一天他在公司偷听到老板的秘密 黄百万竟把油卖给恐怖分子 侯莫刚把消息发到网上 黄百万就被警方带走 新闻界把普利策奖授予X先生 但没人知道他是谁 奖金也只能捐给贫困儿童 红莫名利双收 数钱数到手软 可没人愿意分享秘密 他被朋友赶出酒馆 镇上的人看到他都躲着走 很快侯莫便失去了关注 他突然有了主意就直接造谣吧 说疫苗都是假的 导致弗兰德听信他的话 孩子们都快死了 这天侯莫走进超市 发现老板是假的 周围的物体也是假的 原来是一辆大卡车伪装成便利店 当他醒来时 进来到一座孤岛 没人离开过这里 红莫尝试着自救 却被一阵雾气迷晕 再醒来时 身边围满了被囚禁的人 他们都是因为知道的太多被关在这 有的人能把水变成汽油 有的人看见外星人的存在 与此同时 红莫的克隆人代替了他 马基觉察到丈夫有点反常 这时一个同伴告诉红莫 他耗费三十年葬了一艘小船 红莫归心似箭 独自坐着小船跑了 突然一个白球浮出水面 试图阻止红莫越狱 危急关头 被他一叉子捅破 回到家 红莫急着把遭遇发到网上 电脑却被神秘组织入侵 对方还派克隆人灭口 红莫深知自己的弱点 干掉了克隆人 这时家人碰巧回来 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 没想到 狗子喷出烟雾 大家全部昏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 他们都被带到孤岛 其实那里的生活也很好 不幸的话请看着屏幕 这集《辛普森》中 红莫被名利冲昏头脑 不断在网上散布谣言 最终自食恶果 其实网上很多信息都是片面的 大家要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你知道吗 三明志是如何诞生的 原始人发现巨型树懒 他行动缓慢 是绝佳的捕猎对象 带到树懒睡觉时 原始人竟然也跟着睡了 这次他不能再措施良机 把书懒补杀后炖了 可烤肉太烫 原始人到处寻找隔热的东西 最终决定用副鼠包着吃 没想到 他无意间走进角泽 成为了博物馆的标本 学校布置家庭作业 找出家里最耗电的电器 弗兰德拔掉家里所有电源 可电表还在飞速转动 突然他发现一个插座 原来是红莫在偷电 不仅如此 就连家里的冰柜也是偷的 气愤的弗兰德打回冰柜 眼看冻的肉都快化了 马基决定把肉都做成三明治 他尝试着各种做法 终于大功告成 巴特把三明治带到学校 没想到意外火爆 这引起餐饮公司的注意 马基拿出所有积蓄 开了家三明治加盟店 突然小丑找上门 隔壁就是他开的阿可汉堡店 马基机制的化解危机 接着又发现员工偷钱 心神小妹临走时 还把同事给勾引走了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 到了晚高峰 店里进来很多顾客 幸亏有喉莫的帮忙 才保住店里的生意 这时巴特和丽莎刚放学 也被拉来清洗蔬菜 当巴特看到榨薯条时 突然觉得好亲切 反正毕业以后也要干这个 现在干也不赖 随着幸福森一家的齐心协力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火爆 甚至传遍大街小巷 可好景不长 对面竟开出跟自己同名的店 而且他们也是家族式经营 甚至有十个孩子轮流值班 侯莫看着对面顾客不断 自己的店却如此冷情 终于有顾客进店 好家伙 今是老板 他们质问侯莫为什么不上班 老毛子为马基出谋划策 第二天 马基控诉总公司 不该在马路对面又开出一家店 可资本家为了业绩才不管这些 这时侯莫冒充律师出现 巴特把滚烫的咖啡撒了上去 他又去拿医疗箱 律师朝着工作人员大喊 扬言要告到他们破产 总部的人不承认这家店属于公司 可合同上写得一清二楚 不得已 公司退还了所有加盟费 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美好时光 这集辛普森讲的是 黑心企业的加盟套路 幸亏马基得到高人指点 不然又成为一个受害者 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坦诚 少一些套路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注意看 这是最新款防疫服 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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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阅 转发 打 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天前 他遇到一头愤怒的山羊 追着他跑到黄百万家 没想到 山羊闯进别墅 两人争先口后的逃命 危急关头 他们逃到阁楼上 黄百万用杂物堵住出口 丽莎无意间发现 黄百万竟看过服务生 他讲述那段不堪的往事 这时红墨让丽莎打住 禁止套娃讲故事 有人陪着你就知足办 俱乐部迎来一位新人 靠石油发价的土豪 黄百万和他格格不入 两人展开生死决斗 会长发起一场夺宝大赛 获胜者将赢得对方所有财产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和一个微笑的小孩合照 染料皮包股的黄百万 犹如恶魔 没人能笑得出来 黄百万净身出户 无家可贵的他 只能去酒馆打工 大家肆意嘲笑 曾经的老板 黄百万无意间发现老毛子的遗书 曾几何时 一位美女出来乍到春田镇 他就是巴特未来的班主任 难道是爱神眷顾了老毛子 一位旅客到酒馆借宿 体制一带盗墓的金币 老毛子动了鞋念 半夜偷走了金币 准备带着女友远走高飞 但对方要先去学校辞职 那时正值暑假 现有一个可怜的孩子留下 他决定留下来 做这个孩子的班主任 原来是巴特撒了谎 会同伴偷东西打掩护 金钱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全都投进了点唱机里 黄百万找到金币 跟石油大亨买下自己的财产 侯莫听到落泪 其实是蝙蝠在咬他 没想到金币就埋在他们脚下 所有跟金币有关的人都突然现身 一时间局势极其紧张 马迹一把抢下金币 是钱财让大家蒙蔽的双眼 当扔掉金币那一刻 所有人都失怀了 这集辛普森中 围绕着金币展开连环故事 套娃式的剧情中 净显人性贪婪的一面 俗话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只有知足的人才能开心幸福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这种酒友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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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一个透猎者溜了进来 被丽莎及时拦住 却发现他们是和平组织 原来博士才是坏人 他一直利用黑猩猩去挖钻石 在百米深的坑道里 黑猩猩夜以继日的工作 博士的家中藏满了钻石 这些都是用黑猩猩的命换的血钻 博士还在最后挣扎 他愿意把钻石给大家 只要别把自己供出来 西普森一家犹豫了 在回家的飞机上 他们竟然选择了钻石 这集西普森中 一家人来到贫困的非洲 虽然没有床市中的繁华和便捷 但他们却从未如此开心过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趟心灵之旅 寻找内心的诗和远方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这头奶牛有多神奇 竟能直接挤出冰淇淋 猴墨打了一份通天塔 下一秒 差点去见了上帝 冰淇淋吃多了会患上脑洞症 医伤给病人注射热巧克力糖浆 而有些人却没那么幸运 甜心教主为大家显唱 弗兰德一直暗恋妹子 猴墨成人之美 妹子对弗兰德也有好感 于是来到他家借宿一晚 但房间里全是王妻的照片 就连床上也有他的卧横 弗兰德为妹子穿上睡衣 弗兰德趁妹子的熟睡时 竟把她的头发剪成王妻的发型 妹子气得夺门而出 这一切都被猴墨全程窥视 弗兰德意外发现一本画册 王妻生前梦想有个游乐园 为了圆他的梦 弗兰德亲近家产 巴特也帮着拔草 猴墨觉得这样太慢 直接用汽油浆 他承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随着市长急匆匆的剪彩 游乐园终于建成开业 孩子们兴奋的玩过山车 一个国王挡在面前 除非听完圣经的故事 不然禁止通行 园区的项目一点都不刺激 游客们纷纷离场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王妻的面罩竟飘了起来 吓傻了在场的游客 难道是上帝的旨意 校长才不信邪 下一秒他开始全身抽搐 醒来时竟表示见过上帝 游客们都想上前体验 这时候墨开始坐地请假 祈祷一次100块 每当游客归在雕像面前 身体便会一阵抽搐 他们不仅上了天堂 还走了后门 自己的梦想得以实现 巴特推开祈祷的人 下一位是漫画男 他穿越到星际迷航 不仅拥有超能力 还获得猫女和特工的青睐 另一边 巴特发现烤炉煤气不足 弗兰德顺着管道查看 原来是煤气泄漏导致的中毒 人们在冰死状态下 看到了幻象 这时两名孤儿点燃蜡烛 准备祈祷 两人阻止了一场灾难 却被大家物认为调戏而同 游乐园虽然被疯了 但妹子看到弗兰德的事迹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弗兰德终于走出过去 和妹子开始新的生活 这集《辛普森》中 由于弗兰德 孤独思念亡期 以至于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其实缅怀逝者并没有错 但更要珍惜眼前活着的人 毕竟逝者已逝 生者如斯 愿天上人间共安好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